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張專輯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藝人 那這張專輯也算是我們華語音樂的一個指標性專輯 也是在民歌時期非常有代表性的專輯 那這張專輯是什麼呢 就是 奇遇的橄欖樹 那這張專輯其實我那時候找了非常久 其實這張專輯的復刻版在 好像是2016年或是2017年就已經復刻了 就非常的難找 但你要找它的首版 網路上很多拍賣還是有 但是價格都非常的貴 那我後來好不容易在網路上找到了 還有流水編號的版本 我的是493 然後後來好像它有重新的復刻了 因為我在前幾個月有在滾石的網頁上面看到 他們好像有重新復刻了幾張 也是一下子就沒了 所以就可見這張專輯受歡迎的程度 那我們來開箱吧 那這張專輯呢 封面是這樣子 那背面就是這樣 我沒有拿過手版的 所以我不知道手版是怎樣 可是復刻版它是雙開的 然後還有附一個側標 我只是說滾石在復刻上面做的都非常精緻 它還有附一本歌詞本 然後歌詞本裡面有很多以前的文宣的文案 然後還令人感動的是他們還有保留當時的歌詞本的 的簡樸的 的歌詞 其實黑教部分就長得這個樣子 那我最喜歡的歌曲呢 有當然是最經典的橄欖樹 然後我也很喜歡很青春洋溢的青夢湖 然後我也很喜歡B面的走在雨中 這張專輯呢 我只能說它是非常的經典 然後我也推薦馬仕芳 在它的廣播中有做一個特輯式 專門介紹這張專輯 覺得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聽聽看 我會在下面附上它的連結 那就是今天的開箱啦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就先這樣子喔 掰掰 Arabic 我會忍耐了 現在是在歌詞 我不會看看 希望你們的隋居 安排 我們還要看 有一個月Zither Harp 在鳥 也可以 或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